What's up,我是Wing仔 在我眼前這一部就是vivo推出的 也是世界盃旗艦的機 就是NEX VIVO NEX 這部機是剛剛才推出的 是全新的 我現在就會做一個unboxing給大家看 因為我看了很多周邊的review 之前也有看過一下 它是一部挺令人期待的機 一開就已經是這部機了 看一看 就是這一部了 拿上手 手感也很不錯 盒子後面就是這個殼 這個殼比較軟綿 摸下去挺舒服的 裡面有一個換SIM卡的針 充電器線 一個vivo的耳筒 還有一個充電器 這部機最大的賣點就是 它是真正的無流海式的全屏幕 你看看連邊都是很幼很幼的 上面也不會有那個M字額在 就是平時可能會有一個聽筒 甚至會有一個前置鏡台在 它這個是全屏幕 OK 是不知九十幾%的樣子 譬如用來打遊戲 看影片 是一流的 但是既然它是全屏幕 它又沒有聽筒 那怎麼聽電話呢 是有一個功能叫做全屏幕發聲的 就是你放在耳邊 其實螢幕已經會發聲了 你拿得遠一點的時候 它又會小聲一點 那可以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會少點漏聲 不會讓人聽到你們的對話 那我看到離開的時候 其實後面 還有屏幕是已經貼了 Screen Protector 這裡也有一個聽筒 是一部挺骨子的機 但是只是吹沒用的 我們不如拿出去用一下吧 我們現在準備去香港 有很多不同的打卡熱點 如果你是來旅行 以旅客的角度來看的話 他們會想去拍照 就是很有香港特色的那一類 有幾個地方我都沒有去過的 這次我們會拿著我們那部Vivo Next 去那裡拍照 看看出來的效果是怎樣的 你是多久之前來過 上一年了好像 現在來準備去一個 是很出名的 一去到那裡你就認得了 以前變形金剛也是在那裡拍的 拍出來的效果是很... 我自己都沒有去過 Kenneth去過 所以現在是大陸 好了 這個鐘數呢 我們不吃東西了 因為要跟很多人爭 Hi Hello Hello 已經看到有些人在拍照 其實現場看下來 沒有什麼特別的 這個地方 但是拍照 我想在鏡頭上的構圖會很漂亮的 我們不要影響別人的構圖 我們走上一邊 你看他多拍 什麼地方啊這個叫做 海山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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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們就在海山林 就是被一堆這樣的公屋圍住 然後有不同的店鋪在地上 但是拍完它的構圖呢 最想就是要營造到一個壓迫感 有些樓包著的感覺 好了 現在已經... 剛剛那一批人拍完了 那我們試一下 哇 是很漂亮的 還有上面有很多雲 今天天又都算不可能 拍出來效果也不錯 那它這個呢 因為外面的天空很光 裡面那些樓圍住的地方其實是暗 那其實是造成一個地方的限制 就會有溢光的情況出現 但是相機呢 其實本身它已經有一個後置鏡頭 一個AI的溢光功能 它就會將爆的又會按下 這邊呢 又會暗了一些又會推高一些 那所以變成了拍了出來 那樓圍是很清楚 但是一樣看到藍天白雲的 那出來的效果是不錯的 但是 怎麼可以只得景 來到這些街頭白雲、文星 Kenny 交給你 現在是十二點半 那 week day來講 來是有些好處的 就是如果你不用上班的話 因為真的沒什麼人 是只有我和另外一批 不過是禮樣一點 就是你不要剔太多時間 你都會養養給別人 那我養給他們 待會他們的演員 我們就繼續 其實這個地方 作為一個旅遊熱點來講 是沒有東西做的 是你打完卡就走的 除非你說想飛過法 在這裡洗衣服 否則 這張照片很好 大家可能不知道 我是有打開傳說對決的 平時用手機打機 尤其是關傳說對決 很快的機器就會過熱 又會很厲害的 那這一部暫時都沒有 這個情況出現 還有這個打機打落都很Smooth 因為我看過他們那個天線設計 是四乘四 總之但是都很快的 不會說有很厲害的情況出現 你那個好像好吃一點 對 好像很炸 素食 快去煮一口 可以嗎 好吃 先休息一下 外面真的很熱 進來商場吃東西 又有冷氣涼 心曠神意 現在來到這個地方叫做什麼 西環碼頭 西環貨櫃碼頭 西環貨櫃碼頭 周圍有很多貨櫃 我發覺自己本地探索也不夠 就是往常去旅行 但是自己地頭 都還沒真的很好探索過 我連這個這麼正 這麼舒適的一個地方 我居然都沒有來過 那裡有一隻不知什麼獎 走完先 你腳是筷子這麼幼的 你熟不熟悉雀鳥呢 不熟悉 來 拍一下它 先拍一下它 我沒有注意的 很不友善啊 這部機有一個功能叫做AI 場面識別的 它有整十六七種不同的東西 它會 detect 到你在拍貓 拍狗 拍一個景 拍一個夜景 還是怎樣 它會自動幫你調整 對的設定 但剛才這隻鳥不肯做我的模特兒 我們現在先找這些黑色的 原來裡面很多 原來 裡面是暗暗的 我們可以測試一下 後部機的功能 這是什麼字 病 病豬 有隻白鴿 有隻好像白鴿 那樣的東西 沒有呢 我沒有想過一部 手機拍出來的照片都挺不錯 就是那個Light Condition 都差差的 那麼多光暗的情況下 拍出來都 都清楚了 謝謝 真是 糟了 下雨了 有一點點雨 我們走了嗎 這區都拍完了嗎 OK 閃 但是這種無無雨呢 我是挺享受的 不要傾盤 倒下來就OK了 原本我們是打算 去到西環泳盤那裡 拍多一輯照的 但是沒有天氣這樣 下狗屎 沒錯了 已經來了第二天了 本身昨天是想著 再去多些不同的地方 試一下這部機 但是多人不停下雨 所以 那臨走前呢 我也想做一個Round up 總括來說 這一部機 是都幾創新 就是科技感都很強的 尤其是是有一些 很可愛的功能 譬如呢 它為了做就這個全屏幕 是沒有其他東西在裡面 那怎樣解鎖呢 可不可以用指紋解鎖呢 一樣可以 那至於這個前置鏡 是不是等於沒有了呢 NO 它是收了在這裡 那昨天用了整天 這部機 其實是拍了海亮那麼多的照片 那我遲些會考慮 將它印出來 當Postcard送給大家 那即使如果你拿不到Postcard 也不要緊 我會在影片裡 展示整個相簿出來 好啦 臨走前 如果你喜歡這個系列的話 記得上我Youtube那裡 subscribe 然後再按旁邊的鈴鐺 再上我Facebook下面 Like完的Page 再按下下面 See First 那每一次出新片的時候 你就會成為第一回首歌的觀眾了 下次見 好 大家好 我是明仔 我記得近海無線光之旅 那個環境的鈴鐺 然後再按旁邊的鈴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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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它是不一樣的鈴鐺 所以我就將我這次的鈴鐺 141 全部都在鈴鐺